各位同學 網網DSE2013-1A第27題 這裡有四條電線 留意P和Q是相反方向的 R和S是同方向的 我們曾經提過 如果是雙方向的電流 P點的磁場就會比起同方向的電流 當那些條件一樣 如果我叫這點做Bash 我們就說如果這個和這個去比的話 相反方向的電流磁場就會強些 而同方向中間這個是中和點 是剛剛好磁場抵消 當然我剛才討論的東西 我就假設這裡的電流全部是相同才是這樣 所以怎樣去處理這條呢 我們就發現P和Q 這條題目是希望拿走一條電線 令磁場強些 首先因為P和Q是相反方向的效果 一定是加強的 所以不要拔走P和Q 一定不要拔走P和Q 然後就是說 但是R和Q 好像我剛才所說 就會做了一個中和點出來 所以就拔走R和S 隨便一條 那你應該拔走哪條呢 你就先想一下 P和Q做出來的東西是怎樣 如果我們看P和Q做出來的東西 這是電流向右的 如果你用右手握權定率 接著電流向右 即是說在電線上方是入紙的 電線下方的磁場是出紙的 即是說現在中間這個位置 正是因為這兩條電線 我們希望做到一些出紙的磁場 即是逢是出紙的磁場 就不要拔走它 我們現在就把我們的焦點 考慮R和S 你會發覺S 一考慮S S就向天 如果手指向這邊的話 他的左手邊 即是電線 電線的這邊 那個磁場就是出紙 那就適合我們的要用 電線的這邊就是入紙 所以其實S 對於如果把S這條電線 把S這條電線 把範圍分為左右 他都會做到出紙的磁場 可以不可以 相反 如果我們按住這裡的話 按住這裡 就想R的話 R是向天 我們說用右手握權定律 手指高電流這邊 就會是入紙的磁場 所以會抵消出紙的磁場 不是我們想要的 所以其實最破壞性的就是R 所以就拔走R 就會令到三條電線 在這一個位置 都是做出紙的磁場 所以拔一條電線 而增強磁場的 就應該拔R